尼托生夫妇的见证,尼托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,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,就轻看羞辱,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,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,来十二冒号二。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,曾用羔羊的血,把衣裳洗白净了,起七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,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。 我的姨婆尼师母,张品惠姊妹,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,她一直是尼弟兄的贤内柱,公公,尼弟兄,入狱后,她曾一度入狱受审,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。 在文革中,因为公共的缘故,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,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。 婆婆身体很不好,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,但自始至终,她一直艰辛仰望主,向羊被迁到宰杀之地,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1969年下的一天, 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考整夜,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,并加砸住谩骂恐吓声。 一声声像是,抽打在我们心上,但却没有听婆婆一声言语。 过了许久,婆婆被压出来,眼睛被打肿得像青蛮头,身上也多出伤痕。 多次她被揪斗,游街,连最骑马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。 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高举双手,手上套住鞋子,头上戴住纸座的尖顶帽子,向上挂住牌子被责骂,羞辱。 勒令他们这样站住达树小师之久,目的是要他们放弃信仰,不再信耶稣。 但几个钟头下来,他们三位都一声不吭,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,分别一一贺问他们,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? 他们各个都肩说,信,红卫兵们气急了,拾起地上的皮鞋,一下一个扔在他们身上,头上,说,带住你们花岗岩的脑袋去献上地吧,感谢神。 在所有的逼迫中,神与他们同在,赐力量兼顾他们。 事后当他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,都觉得很喜乐,因为他们算是配卫主的名授乳。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,诗歌都抄家抄走了,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了基本。 有,一次,外面小孩爬墙,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,婆婆又被定罪一次。 我信主之,后,一次偶然在大树后面发现一本圣经,真是欢喜万分,那也是婆婆藏的。 在那些没有圣经的年代里,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语,我实在太珍贵了。 每天早晚两次,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,当时她虽在狱外,却真是比在间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。 任何过路人,包括小孩子,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,拖她,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分子。 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,婆婆对我说,我们成了一台戏,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 临前四、九、圣经上早就命定了。 在所有的逼迫中,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,始终是靠主站住,没有羞辱主的名。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,人人都知道。 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,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。 为了主耶稣的名,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年。 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,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,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年春。 我临边上海前,婆婆留住泪对我说,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旧主。 你无论如何,总要牢牢跟住主。 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。 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。 公公,你弟兄,于1952年被捕之前,有机会为教会适宜去香港。 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,但是他受神的呼召,要回大陆去,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。 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,不是被提,就是殉道。 他回来后不久,即被捕关入上海提兰,桥间玉年,15年行期满了。 政府要他公开声明,放弃信仰,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, 尼托生放弃信仰了,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? 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。 为了对主忠诚,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, 在狱中15年之后,甘心继续为主做囚徒。 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的更大的逼迫, 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行事犯一起, 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, 他们越狠地虐待他,自己就越能立功。 曾听狱中男友说,公公的一见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, 可想而知,为了不放弃信仰表态,他吃了许多苦。 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,而他的刑期又满了, 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老改农场。 此期间,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一次, 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, 是后才知道,公公又被押到更苦的地方年张张, 十一节节月婆婆中风去世, 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。 曾有一段时期,连通信都不准, 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。 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紧紧, 三天,这也正是他在事实向主所求的。 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, 直到最后总会死于中风, 所以他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, 就很快被主劫去, 既不拖累别人, 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。 感谢主,听了他的祷告成就了他的心愿, 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, 在医院里十分平安, 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。 婆婆去世后, 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, 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, 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。 过了一个多月, 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, 但是自从婆婆并未直至此期间, 他似乎有预感, 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。 他心中十分迫切地, 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, 好在病中服侍他。 当大一婆, 尼师母的大姐, 与孙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, 知道她的心脏机器衰落, 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她万分痛心的事, 因婆婆是她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。 事后听同房的滥友说, 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, 想早点结束她的行妻, 出来与婆婆团聚。 她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, 她曾说, 我的行妻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赛跑, 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, 就可以好好服侍她, 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公公入狱前, 为教会的侍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, 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, 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之可数。 当公公被捕时, 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, 来诬陷她, 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, 但婆婆对她最了解, 婆婆说, 他们说她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, 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, 公公官在提栏桥监狱时, 婆婆还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, 以后转去青东农场, 婆婆也去看过她一次, 再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 为婆婆的离世, 公公非常难过, 听同劳的人说, 她曾悲痛多日, 4月22日从她给大姨婆的信中, 知道她维持自己的喜乐。 这些年来, 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她气馁, 因为她所仰望的, 乃是这位叫我们永不失望的神。 1972年6月, 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, 说公公已去世, 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, 到了那里才知道, 他们已将她火化, 只能看到她的骨灰了。 她的奈友告诉我们, 当时她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, 他们在她垂危时, 将她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40里外的农场医院。 这40里坎坷不平的山路, 被拖拉机载住颠簸, 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, 更何况是一个罪际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, 在途中公公被主接去了。 邻离去前, 她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, 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型大字, 公公要用她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, 她至死都持守的真理, 基督是神的儿子, 为人赎罪而死, 三日复活, 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。 我信基督而死。 尼托生, 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, 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。 劳改农场干部还说, 他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, 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, 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, 除非神特别保存他。 公公在狱中有一难有, 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, 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人祷告, 当公公去世后不久, 他得就归主了。 公公去了, 他至死忠心地带住他的血染的冠冕, 被主接去了。 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, 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, 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。 这些人都是存住信心死的, 并没有得住所应许的, 却从远处望线且欢喜迎接。 系十一、十三,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,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 系十一、六, 他们去了, 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, 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照出来的一般的圣者, 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。 如今他们安息了, 但是他们的祷告, 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, 在那里启著不惜的功效。 他们的教宗也激励我们更衷心向助主。 以上文章来自澳洲一位弟兄搜集的文件, 愿这篇文章能激励更多的信徒忠心爱主。 在这末世能坚守主的道也让更多人因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 他爱我们, 为我们舍了他自己, 为要得助我们, 使我们得享生命中永远的福阿们。